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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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另外一个坐标 就是球坐标 那空间上一个点 那波姆你对吧想像是一个球 在球面上一个点 OK 那么这个点呢 就是XYZ 那你把它投影到 投影到XY平面 那么这一点呢 这一点就是XY OK 这是投影到XY平面的 那你另外一个投影 就是投影到 所以这边是Z 你还有一个projection 你的projection是到Z轴 这边 所以这点是00Z OK 所以这边呢是一个 实际上是一个长方形 就是这一段 OK 然后呢 我现在假设我的半径是R 我的R是 就是它的长度X平方 加Y平方 加Z平方 OK 所以有了之后呢 所以我这边就有一个 一个高低角 从Z轴上来 这是在数学上的习惯 我们是从北极往下算的 跟我们在算地球仪 地球仪是什么北纬多少度 南纬多少度 它是以赤道水平的 然后来分上面90度 然后底下90度 所以这是 数学上我们是从北极开始往下算的 所以这是高低角 我们把它叫做V 这是我个人的习惯 我是用V 那有的 有的书你注意看 有的是写θ 所以不同的书用的Terminology 不太一样 所以你自己看书的时候 你要会判断 你不是说这边是这样子 那边是这样子 如果这里你都看不出来 那比如说 你读书是乱读的 OK 这种简单的判断 简单的判断你要会 OK 所以呢 所以我的Z 实际上是投影过去 是我这个半 我这个对角线 投影过去的 是投影 所以是cos cos 就是投影 那cos 是不是就是内积 所以内积的本质意义 就是投影 其实这件事情 是我的Z 是我的Z 这就是Rcos V OK 然后呢 你另外一个投影 是投影到这边来 对吧 所以这一段呢 是R sin V 就这个的半径 对吧 是R sin V 所以如果我在XY的平面上 那么呢 我的半径已经有了 那么我的 我的XY 所以呢 我的X 所以我的半径是R sin V 然后呢 我这边有一个水平角 是一个这样 所以的 是horizontal 就是水平的 是一个水平角的 所以我的V是高地 表示Vertical的Angle 然后呢 我的 我这边是一个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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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念的时候 舌头咬一下 θ 通常我们都念θ θ 这是不对的 θ 所以这边是cosθ 所以这边是cosθ 所以我的y 就是R sin V sinθ OK 然后呢 我原先的坐标系统是xyz 对吧 xyz 那我现在换成球座标的时候呢 那么它的顺序是半径R R 要来 高低角 R V and then θ OK 站着看 这是x 这是y z 那你现在是有半径R 对不对 R出去 对不对 然后往下压高低角 V 对不对 R V θ 这才是右手法则 right hand rule OK V and then θ 所以你这边才是一二三 一二三 对吧 你看你的半径出去 半 R V θ 这才是右手法则 所以你注意看呢 有的书 这些什么 伟大的书 对吧 有的时候它上面写这个什么 球座标的时候 它顺序是写错的 所以有的书是写错的 然后呢 它为了克服一些 一些logic上的困难 然后可以把它那个Jakobin 再加一个绝对值 所以你发觉 就算是这些大人物啊 有的他是不懂 又说法则 OK 所以有时候你看书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然后呢 看书呢 记住一件事情 写书的没有永远都是对的啦 它常常会犯错的啦 OK 记住一件事情 你不要说 你这边看不下去了 然后 你第一件事情是怀疑自己 你没有弄懂 对吧 怀疑自己错 倒过来 我们读书的倒过来 这边呢 看不下去嘛 看不懂嘛 第一件事情怎样啦 先骂他啦 你这乱写书 对吧 就乱写对吧 写的让我看不懂嘛 对不对 你后来看懂了之后 那你再跟他说sorry 就好了嘛 对吧 就倒过来 让他倒过来讲 所以我这边的方向是R V θ 对吧 是半径V 然后θ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在做变数变换的时候 我在做那个什么 我的fxy z dx dy dz 你在做change your variable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有一个夹口评 那有的时候那个夹口评 把它加一个绝页值 那是错的 不应该加绝页值 不应该加绝页值 对吧 那加绝页值就不是一个natur的一件事情 如果 我的原先xyz 是满 是满足右手法则 你带过去的是满足right hand rule 那么呢 你这边 这而然 对吧 你这边是不是就那个 jacobin partial xyz 这边是F 这边是F 是R sin B cos θ R sin B sin θ 那这边是R cos B 对吧 那这边呢 最后一个 你这就是jacobin 对吧 我这边先把它写下来 是R平方 sin B D D D R DP D θ 那 你这边呢 你这边呢 它是不是就是我这个jacobin 我多写一部 我多写一部 我这边多写一部 你是不是就是这个jacobin partial 原先是xyz 那这边是partial R B θ 那我这边呢 我这不是绝质 我这不是绝质 我是行列式 它是D R DB D θ 那么它就会等于是这个 这边也不写 那这边就是一个R R平方 sin D D R GB D θ 你这边就不会有那个什么 正负符号的问题 如果这边是正的 那带过来这边也是正的 OK 所以我为什么从高中之后 我最喜欢的公式就是这个OIL的公式 就是这个OIL的公式 这OIL的公式 实际上是从那个DEMO公式来的 对吧 你是高中父的教科DEMO公式 是不是这样子 你是不是 cos θ plus i sin θ n 四 等于 cos nθ plus i sin nθ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这是true 对所有的n都对的 OK 那我把它做一下变数变换 我把它叫nθ 叫做V 可以吧 这边是cos V 再加上i sin V 那你这边是不是cos n分之V 对不对 再加上i sin n分之V 等于n字方 对吧 那这个公式 对所有的n都对了 那右边的跟n十五关 那我是不是 我可以让n七零五穷大 对吧 所以limit n七零五穷大 cos n分之V 再加上i sin n分之V n四方 那这等于多少 是不是就好 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那这就当初Oil的想法 Oil是从那个什么 那个所谓美佛定理 从那边来的 然后呢 因为当n很大的时候cos sine n分之V 超多是多少 1嘛 那sine呢 不用写停了 零的话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对吧 是那个角度 对吧 这个是我们维极分 那个limit一直在用的 它是n分之V 对吧 对吧 所以呢 上面这个公式 是不是就差不多 limit n七零五穷大 它没有直接一样 但是差不多了 但最终的limit是一样的 最像是不是就是1 i 再加上i n分之V n字方 那这个limit 是不是我们所熟悉的 只是我现在有i而已 对不对 对 这就是expansion i b 那这就是Oil的想法 所以为什么我喜欢Oil 它告诉你它怎么想呢 是不是非常natural的一件事情 那是非常natural的一件事情 但你这边 它中间的key crew在这边 这个等1的话 你不会有困难 是这一项 那n分之V 不能用0 是n分之V OK crew在这边 所以真正懂跟不懂 就差在这一项而已 就差在这一项 OK 所以我的位置向量R 是xyz 那么就是R sine b cos θ R sine b sine θ 这边是R cos b 这个 OK 然后呢 你再分别对 对我的 对我的R Vθ做为分 因为我现在要 我要找出那个基底 对吧 因为你知道吗 我的原先基底是ijk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在现一代书呢 我们的那个什么 我们一个矩阵 换到一个矩阵 我们的 eigenvector 那是因为它是nine 它是直线的 对吧 它是直线的 所以那写出来就是 一个ninevector 那我们现在是在一个 弯曲的空间 我现在不是一个直线 但是locally 它是一个直线 所以你的直线用什么东西来取代 就是用你的微分嘛 对吧 就是用你的切向量来 切向量来取代嘛 所以这个是一个完全nature的想法 你在现一代书里边 没有这微分的这个概念放进来 因为它都nine 都nine 所以你看你那个体证 变换 从这个体证变到那个体证 做出变换 那是一个nine 那个nine 那个体证是 反正就是一个常数嘛 那是不是就是那个微分嘛 那个就是你的jacobi matrix 所以呢 fasal r 这个算一下 就把r围掉了 就是sine b cosine theta sine b sine theta 然后这边是cosine b 那这边我强烈建议 你写的顺序一定是r b theta 有的人会习惯写说 r因为它是x坐标 那写rcosine theta 这不是一个好习惯 ok 这不是一个好习惯 学数学要有好习惯 对吧 你比如说 只要会做就好 只要会做是一回事 当然 你写东西呢 写的有sense跟没有sense 是有差别的 按照顺序来 因为我原先xyz是满足右手法则 那么你换成球座标的时候 还是要坚持原则 对吧 你学数学一定要有原则的 其实science的人一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你记住 学science 但是真正的从事一个人 就是说奉献于科学研究的人 一定是有原则的人 不是那些政客 对吧 你看这些政客是没有原则的 对吧 讲一些废话鬼话 所以始终是r b theta 你的顺序就是r b theta 我强烈建议 我强烈建议 应该要有这种习惯 ok 这样的话 你才不会弄乱掉 而且你的脑海里面 有一个右手法则 fascial r fascial b 所以我这边都是按照顺序来 按照顺序来 所以你这边可以知道 我这边的h1 就它的长度 这一项 就是1 那这边是r cos b cos θ r cos v sin θ r cos v 这边有写错 对 sin θ 那这边是 2r sin v 你知道它这个长度 我的h2 用lame coefficient 这项是r ok 然后呢 你可以算这个 fascial r fascial θ 就是 -r sin v sin θ r sin v sin θ r sin v cos θ 那我觉得是 为什么是 1 r r sin v 对 是 一样呢 我眼线是一个方块 这边是dx 这边是dy 是dz 那我现在是一个球坐标 对吧 变化到这边是一个球坐标 这大概就是 像这样子的一部分 画起来像这样子 所以这个图形不太好画 所以就是Roughly像这样子 所以我把这个拉到这边来 大概就像这样子 OK 它是Roughly像这样子 OK 所以你看这部分 是半径的方向 对不对 就是我切西瓜的一部分 OK 所以这边是半径的方向 所以这边是DR 对吧 然后呢 我这边高低脚这样下来的 对不对 我的高低脚是这样下来的 所以这边这个角度 这边是DV 对不对 所以我这边的长度 这边的长度 就是Rθ 对不对 RDV 所以这段是RVV 然后还有这块 你看这边这边这一段 就看到也是这一段 就是这一段 对吧 然后你这边把它拉下来 你这段把它拉下来 是圆弧的一部分 这边角色是圆弦 就是圆弦 所以这个角度 是Dθ 对不对 那通常我们都会以为 说这一段呢 就是RDθ 对不对 通常我们会认为是这样子 这是错的 因为你知道吗 我现在是在北尾 你注意看 我现在是维度 如果我是在赤道的时候 那么它是这样子 如果我这条线延长 延长到这边来 外面这边 这个 就是这个 在外面这边 如果这是一个 就是这个圆 我这个球拉出来 如果这条线 拉过来这边 这边是拉到这边来的 如果这边是那个什么 那个Equator 是赤道的时候 这一段才是RDθ 但是我是在维度了 我在北尾多少度了 所以这边不是RDθ 对吧 那一部分是投影下来的 然后 所以你现在就是这个长度 这长度是这个像样 搬下来的 这个像样搬下来的 是这一段 是这个投影的 这个长度 所以是RsinV 对吧 就这个长度 这个长度是RsinV OK 所以呢 我这个长度 我这个长度 就是这个长度 它是这样 RsinV Dθ 不是这个 OK 底下这个是这样 那是在赤道那条 所以你看 一样是纬度 对吧 你看 如果你是 就说 如果你是在赤道 对吧 如果你是在赤道 那么 你的东京50度到东京60度 在赤道那边 很长 但是如果你是 爬到比较北一点 对吧 到蒙古 到加拿大 到北极去 你看 它变得很短 所以你看 赤道绕一圈 你在北极 那不一样 你看 如果你是在吃 如果你是 一样是一天嘛 你看 在吃道 要绕 造成是一天 如果你正在北极 一天 是不是 所以如果有机会 应该去 去北极圈那边看一下 你看 如果到冬天的时候 哇 日落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过不到半个钟头 不到半个钟头 欸 日出了 对吧 就真的啊 然后是这边日落 然后马上不到八个钟头 就日出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 有趣会应该 这种全世界这种有趣的地方 应该去走一走 OK OK Anyway 所以我要说的是这样 就说 对这一段而言 对吧 这个长度呢 就这个长度 就是所有的尾线这部分 这尾线这部分 它不是 它的长度不是RD Theta 它不是RD Theta 而是这样 R sin VD Theta OK 好 就通常球 学那个球坐标的时候 就这件事情 它很多学生是5号 就不太容易接受了 那你这东西 你要画个图形就好 你就记住 你不是在赤道 你是在尾度多少 对吧 北尾多少 或是南尾多少 所以这个也 我想这也可以给高中生 一个很好的题目 我现在两个城市 一个在 就是在北尾多少 然后东京多少度 另外一个是 北尾是一样的 然后东京多少度 然后问它的距离 这你用高中数学就可以算了 用高中数学就可以算了 OK 所以我的Jacobin Jacobin matrix Fartial X Y Z Fartial R B Theta 所以你这边在写的时候 也是按照顺序 我这边是右手法则 对吧 X Y Z 那么我的球坐标 R B Theta 按照这个顺序来 所以这个刚好就是 这是简单的链体 Sine B R Cosine B Cosine Theta 就把那三个项链把它摆上来而已 OK OK 然后呢 我这边有 有我的位置像样的 我这边的微分 所以我这边算 DR OK 所以它就是DR 是ER 所以我这边写一下 所以我这边 我的ER 就是我的 Fartial R Fartial R Fartial R Fartial E ,Fartial R Fatial R Fartial T 一个是ESH ,F 所以我的ER 我的ER1B1θ 就是取代我元件的IJK 是它的一个标准几率 我把它想象整 就是一个标准几率 那么它就会等于是这个 RBB EB 就叫做RsinB Dθ 这个是这样子看 我刚刚还是这个方块 还是刚刚这个方块 我把这个方块画到这边来 OK 所以我这边是半定数DR 对吧 那这边是RBθ 那这边是RsinB D 这边就是DB 是高低脚 Dθ OK 所以你看呢 我这边有三 我这就是三 就是我三个方向 我的长寬高 正好是这样子 所以我把它变成是这样 我的DR 变成这样 变成我的ER1B1θ 这个这样 DR是刚好是这一段 我这边就直接从图形上来看 那EB就是这一段 对吧 是一样的 然后Eθ 就是这个长度 OK 就是这个长度 然后呢 如果我要算虎长 Vs前方 那照道理 你是不是就是要 然后去整个把它算下来 然后呢 这边 因为它是一个Orthogonal System 因为知道 我现在我的半径 对吧 我现在球坐标 我的Radius 跟我的Longha 跟我的什么 就是精度 精度是这条线 跟它是不是 精度是这条线 是一个圆 跟它是不是垂直 对不对 那我的半径 跟我的这个什么 就是我的维度 维度水平的这个维度 是不是也是 都是偶尾垂直的 对吧 那你的金线跟你的尾线 是不是都是 always垂直的 所以 它是形成一个Orthogonal System 这是一个Orthogonal System 我的 我的 对我的 我的极坐标而言 我的R B θ 它是一个Orthogonal System Orthogonal System 我在算这个虎长 也就是所谓的Riemann Matrix 我的虎长就是Riemann Matrix 我后面还会再谈Riemann Matrix 因为我要谈一些几何测地线 那么这个 它就会等于 R平方 再加上R平方 db平方 再加上R平方 sin平方b dθ平方 再加上R平方 就是B4定0 对吧 因为它是一个Orthogonal System 所以 对角 就是只有对角线有东西 其他交叉象没有 它所对应的那个矩阵 没有交叉象 没有交叉象 告诉你它就是一个Orthogonal 对吧 就是一个Orthogonal System 然后同样有这边 我的体积 原先是Dx Dy Dz 那你从这图形里面 是不是就非常easy的看出来 长宽高 对不对 就长宽高 就是R平方 sin B B r dp dθ ok 然后 你在做这种 所谓的变数变换 强烈 我这边强烈 我要一再的强调 一再的灌输 就算是灌输也好 这至少我灌输的是对的 对吧 不是一个独化的教育 就是说 你在做这些变数变化的时候 始终坚持一个原则 对吧 右手法师 你要坚持一个原则 就是右手法师 ok 从事科学的人一定要有原则 ok ok 然后呢 我现在这个方块 然后有 有这样 有六个面 那主要你要看 谈讨的是三个 就是说 第一个是 最上面这个面 ok ok 然后呢 我这边是朝外的法相量 这边是D 这是ER ok 这是ER的方向 那为什么是ER的方向 因为我的半天是沿着这边增加的 对吧 所以 所以是 这边这个方向是正的 这个方向才是正的 所以我的ER是这个方向 然后 所以对我的这块 BSR 就这块的面积嘛 所以你看 我这面积是不是 这边是R sin B D Z 那这边是R DV 所以这边是 这块的面积是R平方 sin B DV DZ 你再回想 以前在算那个什么 你再用那个球座标的表面积 是不是就是这个公式 那每次医师背得很痛苦 R平方 是Sine V 还是Sine Theta 对吧 画一个图形 就画一个图形 就告诉你 ok 然后我的方向 这个方向 你知道 这才是这样 我的正的方向 所以如果你要算那个什么 如果你真的要去算 那些Sine V T度 还有弦度 所以这是正的方向 所以如果你要算 它的那个什么 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那个什么 弦度的话 那么它满足右手法则 对不对 所以必须是 这样子方向走 ok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算全度的话 ok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是 就是这个侧面这边 侧面是这一块 然后呢 有这一面 还有另外那一面 所以哪一面 所以哪一面是正的 对吧 所以你看 我说是RV Theta 对不对 Theta 是这个方向去的 对吧 所以后面 后面 后面这一面 才是正的 这才是正的 所以是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是E 对吧 这是E 这是什么 这是Theta 然后 还有这个方向下来 就是这个面 应该我这个面先写 先写这个面 还有另外是这一块 对吧 你现在是高低脚下来 对不对 高低脚下来 所以它是这个方向下来的 所以这个是E V ok 这才是正的方向 因为呢 它的角度是从这边增加的 增加的方向 对吧 就说你的正负符号师怎么决定 看它增加的方向 它增加方向 所以呢 所以对这个而言 我的D ST 对吧 就是这个面积 对吧 就是这两个长度的相乘 这是 这是R Sine D D Theta D R 始终坚持 R D Theta 你要记住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是有方向性的 所以这边是始终 右手法是R B Theta 这边是 V Theta R ok 所以呢 你现在的方向是这样出来 对吧 所以如果你要算它的环流 算它的旋路 这是这个方向 它走的路径是这个的 OK 那一样 E 就是这个侧面这边 这个面 这部分 所以这边是R DV 这边是D R 所以我的D V 这个 这部分的面积 S Theta 这是 R DV D R OK 所以这是 Theta R Theta 所以这应该是D R 对 R 对 就Theta R D 这个方向 OK 那一样 你现在的方向是这么走的 对不对 你现在的方向是这么走 是这么走的 是这么走的 所以你看呢 你的方向这样出去 所以你看你的那个什么 你的那个 你的舌口要怎么画 这个方向还不太好看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 这样子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 对吧 就说你始终要用这样 如果你要算那些环流 算旋路 那么你要用的就是右手法子 它的顺序方向是这样子 OK OK 所以我进入下一个单元 所谓的广义坐标 Generalize 那这个广义坐标 实际上就是坐标变化的概念 就是像我们 就是前面那边所谈的 那这个概念 这主要的贡献是Laguan Joseph Joseph Laguan 你去看那个年代 他们那个名字 对吧 他名字叫做约瑟 对吧 这些都是圣经的名字 对吧 你看牛顿叫Isaac 埃塞克 如果你看 你去读圣经 他叫以撒 就是以撒 你看看圣经 亚伯拉罕不是两个儿子吗 一个叫以什玛利 一个叫以撒 一个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 一个是犹太人 你看同样的祖先 你看犹太人跟阿拉伯人 水火不容 所以有时候你想想 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OK 但那个年代 他们的名字是 我想他们都是非常的 那种宗教性比较浓 现在是慢慢比较淡薄 现在是比较淡薄 但那个年代就是 你注意看每个都是这个名字 Leonardo 就是Oil 倒是比较特别一点 Leonardo 这个我不晓那个是什么 是不是有另外的特别名字 你看那个什么 伯努利兄弟 江伯努利 对吧 约翰 对吧 就是约翰 就是圣经的名字 名字 就是约翰 那雅各 杰克 都是圣经的名字 都是旧行的名字 就是犹太的名字 那这个工 就是今天来考虑一点点 这主要是老光吉的工作 就是说 他主要是研究 所谓的 就是天体力学 the relation 就是所谓的天体力学 就是所谓的天体力学 比如说就是行星运动 行星运动 它基本上是一个圆形的 对不对 那你怎么会用垂直坐标呢 XY 那是这样 垂直坐标 那是一个所谓的 所谓的 一个tumption 弄系统 那你现在是一个 天体力学是一个圆形的 这而然就是 应该是这样 是Polo coding 对 自然而然就是 应该要用Polo coding 这才是一个自然的 才是一个比较自然的座标 那我假设呢 我现在有RI 我现在有N个particle 我现在是3Dimension 我现在有N个particle 那假设我有一些限制条件 我现在有 就是说你可能知道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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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一个Mu constraint 有N个条件 对不对 对吧 你这边有N个particle 那你这边有XYZ 有三个座标 所以实际上有3N个位置数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choose 所以我可以choose 可以choose 可以choose 可以introduce s s 就三N 这三N 这三N是三N个unone 你知道的 知道的是有Mu 这减掉Mu 这边就有这个Variable 就是有这个Variable 这个Variable OK 所以这时候我就用Q 这一节会有点累 会有点累 所以我这边就用Q1 Q2 Q 因为我原先是用X XYZ 那我现在用Q 用Q 那这是 就是 就是说我现在 大家都已经习惯用这个 就表示它是座标 就是 就是X的意思 在古典力学里边 我们用Q 代表我们的位置 OK 所以这是 Generalized Corony 这是广义坐标 这是广义坐标 然后你把微分 对时间的微分 Q Q1到 Q2到 那我的倒就是对T的微分 Qs 倒 那么它就是速度 然后这时候叫做广义的速度 Generalized velocity Blasting Blasting OK 那你还可以做二次微分吗 你看 就是说你原先的绿学系统 那种有的东西哪里统统都整个的就拿过来 所以Q1 Double Dock 那是微分 Q2 Double Dock Qs Double Dock 这是Generalized 加速度 Exceleration 好 我这边的微分 不是偏导数 你记住 这边可以Dock 是全微分的意思 Q I Dock 是D Qi D T 不是偏导数 这两件事情要弄清楚 这边的Dock 就牛顿的Dock 的记号 它是全微分 是全微分 OK 所以你看我原先 X XI 都可以写成Qi的函数 所以我现在有这些事情 所以我的XI 全都是XI Q1 Qs 我这边要提的就是说 这边的N 对吧 我这边的S跟我的N不见得会刚刚好 通常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垂直坐标 那球坐标 那是刚刚好 就是因为我没有其他限制条件 对吧 所以我们就是通常就是 那你就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它就够了 OK 那如果有限制条件你就不需要那么多 不需要 一个数学的系统 一个物理的系统 就是让你的变数越少越好 越多的话太大了 越多的话就太大了 所以你看了为什么牛顿能够解决问题 他只有解决two body problem 而已啊 对吧 牛顿定义就是two body 问题而已啊 你现在把三个 对吧 现在是太阳跟地球 你把月球加进来 这问题都是相当serious的问题 到现在还是open problem 只有少数的case可以做 对吧 少数的case 所以你看 就算是牛顿这么古老的问题 三百年的问题 它到现在仍然是open problem 所以呢 意思是说呢 我们可以放心做科学研究 总是有问题可以做 对吧 所以你挑问题 不要挑这种有生命力的问题 你不要挑一个问题 学了百般无益 对吧 学了屠龙树 下山之后没有龙让你屠 对吧 你学了数学 你要学会这件事情 那这个很难教 这个我不晓怎么教 就说你的数学要有生命力 不是要用很难的啦 你记住 不是要学很难的数学 不是要学很难的什么学问 但是这样 你是要学有生命力的 有生命力的 那一样 我这边的yi 就是yi q1 qs 这边是zi 这边是q1 2s OK 所以我现在把它做全微分 dx i this is the partial xi partial q1 dq1 partial xn xi partial qx ds dqs now with the 我的yi zi也有類似的東西那我就不寫 所以呢如果我現在算速度 vi 是吧是vi 這是我的 ddq ri 所以有時候是寫成ri的stock 實際上就這個了 就這個想養而已 你把它直接除以dq而已 這個就是等於是 partial ri partial q1就是q1stock 所以這是我的 velocity 所以我的i是從1 我的i是圓形的particle 所以i是從1到1 所以這個是 velocity 那跟剛剛我們的圓柱坐標 球坐標一樣那我要算湖場 我算湖場 我算它的湖場 所以就 dxi 平方 它是不是就是我的dx1 xi 平方 加d yi 平方 加d zi 平方 ok 那你就真的去算 那因為呢 這時候它並不是像剛剛球坐標或圓柱坐標是垂直的 所以就每一下每一下把它算出來 但也還好 算一下哈 你說dxi是這個 對吧 那全部把它加起來 ok 就把它全部加起來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反面線 現在把它追 alpha beta 我現在是跟i有關 第i個particle 如果你不習慣就暫時把i拿掉 ok 所以這邊是alpha beta 從1到n 我的這邊是到s 然後這邊是bqalpha bqbeta ok 當然我這邊的i還是從1 這次到n ok 那這邊就有一個 這個g alpha beta 這就是所謂的riemann matrix 就當作riemann最偉大的貢獻 就這件事情 g alpha beta 是i 就是所謂的riemann matrix 不是matrix 不是matrix 是 是 不是 通常都唸得不太對 matrix 不是 ma 不是 那個應該就唸 ma 應該嘴巴要往裡面拉 matrix 舉證是matrix 這是matrix 就是說你要去 就是我現在隨便在一個莫名其妙的彎曲的空間上 那麼在這個曲面上面我的距離要怎麼量呢 ok 那這項呢 也不會太難看 還蠻漂亮的 是當初riemann就做的 然後呢 你這項 qalpha beta i 這樣 如果你把血開 對吧 就真的 你整個整個把血開 是這樣子 partial xi partial qalpha partial xi partial qbeta 那也有y的部分 partial yi partial qalpha 這樣它有很好的對稱關係 partial yi partial qbeta partial zi partial qalpha partial zi partial qbeta 所以你看 正好是兩個像樣的內積嘛 正好是內積 所以它正好是這個 partial ri partial qalpha partial r partial qbeta 正好是這件事情 對 還好它還是有很好的對稱鏡 對 還好它還是有很好的對稱鏡 很好對稱鏡 所以我這邊已經有一點點 幾何的概念在裡面 幾何還是仍然是數學裡面我覺得還是最有趣的一門學問之一 然後呢 所以我就 所以這是remant matrix 那由這邊我就可以算那個什麼動能 kennedy energy kennedy energy kennedy energy就是我的弧場處理時間嘛 對不對 所以我的t 這就是二分之一 對嗎 二分之一 mi 我每一點每一點的質量是mi 那麼它的v平方就是虎長對時間的微分嘛 全部把它加起來 再從1到n ok 所以呢 那我的si就是這樣 就是剛剛那邊 全部把它加起來的 在這邊 整個計算過程 它等於是summation alpha beta 1 就是a alpha beta 就是q alpha doc q beta doc 是這一點 這邊的index 這邊的竹馬有時候有點亂 你看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那我這邊的a alpha beta 是這樣子 summation 二分之一mi q alpha beta i i從1到n 二分之一mi 那我的g alpha beta是有 剛剛這裡的這項 partium ri partium alpha doc partium ri partium 所以我這邊的alpha beta可以對掉 因為我這邊內g 內g 內g 內g可以對掉 因為知道 a 到b 等於b 到a a跟b的夾角 跟b跟a的夾角是一樣的 對不對 它就是等於a beta alpha 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那告訴你說 我這個東西仍然是一個quatre du bon 對吧 所以這邊仍然是一個quatre du bon 所以這邊 ok 就是一個二次型 二次型一定是對稱的 對 你中學的時候學a x平方加2bxy 再加上7y平方 你中間的交叉項xy 是把它寫成bxy再加一個bxy quatre du bon 一定是對稱 對 quatre du bon 一定是可以對稱的 所以一定可以做對角化 這個過程 ok 你可能有點懷疑 好 ok 那我們 我講一點點 比較quatre du bon 我用兩個變數 我用兩個變數 你看呢 我的ax平方 比較2bxy 這叫做cy平方 你把它寫成這樣子 正式是ax平方 這個bxy 你把它寫成這樣子 bxy 這叫做bxy 你把它寫成yx 叫cy平方 對不對 那我這邊數可以提出一個x 正式ax 正式by 這邊是y 這邊是y 這邊是vx 這邊是cy 對吧 然後 我這邊是不是寫成 這是兩個內積 是xy 是y 對不對 這邊是x 這邊是x 先慢一點點 多寫一個 這邊是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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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做內積 xy 對吧 再加上y b c x y 這邊 你看左邊是xy 把它寫直的下來 或是寫橫的 x y 這是ab bc 這邊是xy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你研究這個quadrifomb 就對應到你要研究這個matrix 對應到這個matrix ab bc 對吧 一個quadrifomb永遠可以寫成這樣一個形態 對不對 所以呢 路也是channel的 channel的summation a aj xi xj ij 從1 從1到n 對吧 你就把這個 這個東西把它搬下來這樣就是了 ok 你的quadrifomb是不是就寫成這個形態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一個x相樣 a ax 那它是它的transpose 對不對 是這件事情 所以顯然線印代數還不太熟 回去翻一翻 翻線印代數的那個什麼quadrifomb那邊 天代數可能它沒有 有沒有教到那個quadrifomb 通常是沒有教他自己看 自己看 讀書本來就是大部分的時間都自己看了 你要靠課堂上學東西 那個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讀書一定要這樣 你上到大學就是這樣 你自己有能力養活你自己 對吧 你不能等著人家餵你 對吧 如果老師人家餵你 那麼你不可能比你的老師厲害 對吧 你的老師永遠就是你的sup 聽得懂嗎 還不是maximal maximal是你可以達得到 對吧 如果這要一點點高尾的知識 對不對 sup 你永遠都達不到啊 你要達到嗎 能夠達到那個sup sup 他是maximal 你的老師永遠是你的sup 那通常就一代不如一代啊 對不對 ok 這個也是一樣 這對應過來就是一個像樣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矩陣 Aij 那這邊可能就是 看我這邊是 如果是 我現在是行像樣 是行像樣 那一定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ok 那我這個矩陣 A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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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會等於是Aji 嘛 它一定對應的是一個symmetric的曲陣 你研究quatridiform 就等於是在研究那個什麼 你的quatridiform 就是你的quatridiform 就是你的quatridiform 就對應你要研究一個對稱曲陣 是一個symmetric matrix 所以quatridiform 它是不是就是equivalent to你的那個什麼 symmetric symmetric matrix symmetric matrix symmetric matrix 所以我剛剛就只要講說 我的能量在經過這樣的一個變數變換之後 它仍然是一個quatridiform 那這樣才是有意思 因為能量是一個scaler 是一個scaler 你的quatridiform 是一個scaler 對 二次型 你管它什麼型 它是一個存量 對 它是一個存量 ok 這個剛剛查了 查掉了 所以你還可以得到這件事點 你把它寫成這樣子 我的alpha 從1到s 我的partialt partialq alpha 這邊有doq doq q alpha doq 是剛剛內向 它可以寫出這個樣子來 所以這邊的自然二有這個量出現 這個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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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的t是energy 我的t是kinetic energy 我的t是kinetic energy 所以我這邊有這個量呢 這個definition 我的p alpha 編譯為partialt partialq alpha doq 這項呢 我們把它叫做generalized momentum 廣力動量 ok 那你可能 不太覺得tos 對不對 它真的是momentum check一下dimension 對不對 如果不會有時候 記住 阿坤講的 阿坤說 不是紙約 阿坤約 check 這紅色會不會太搶眼 用別的顏色 我不是那麼喜歡紅色 我不是那麼喜歡紅色 t alpha 它dimension 是不是我的t t 除以 我的q alpha 倒 對不對 那你看 我的t是 是kinetic 是動能 它是m v平方 對不對 l 平方 除以q平方 那我的q是什麼 我的q是位置 那你要對 你對時間t的微分 對不對 所以這邊是這樣 l 除以t 是這樣子 所以這兩個抵消掉 它是不是就是等於是m 你放L除以q 質量乘以速度 momentum 對吧 所以就是 用它 就dimension 你就把它check一下 然後它dimension對了 那麼 就是其他的細節 你覺得 就是沒有看下去 也沒有關係 至少你心裡面覺得舒服 對吧 心裡面覺得舒服 就你知道那感覺對了 就是說 我一直強調 就是說你讀數學一定要有感覺 不僅是讀數學 你從事你的科學 看你是讀哪一門學問 一定要有感覺 如果沒有感覺 我告訴你 你可能 就告訴你說 你不應該走下去了 你沒有感覺 你只能讓 就是人家跟你講的這樣子 那你就只能做這種 你永遠沒辦法 在這條路 繼續走下去 要有那個feeling 要有那種感覺 OK 因為如果你 沒有這感覺 你走不下去的 OK 所以你看呢 像我們這個符號就相當的好 你看有p 還有q 這兩個樣子 是不是一樣的 對稱的 所以為什麼 我們在那個什麼 就是古典綠學裡面 你常用的是p跟q 我常用的是用這個符號pq 你把它翻過來 或者是q qp也沒有關係 反正這個樣子 是對稱的 是對稱的 還有就是這樣 還可以 你注意看pα 放上qα 我的p是momentum 對不對 m l3t 那我的qα是 是位置 他是m l平方 3t 所以我的位置 跟我的動量 相乘之後 它正好是 作用量 Action 正好就是Action OK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選取的是 選取所謂的位置 跟 跟什麼 跟動量 OK 因為它兩個相乘之後 它的dimension 正好是作用量 所以你看呢 所謂的Heisenberg 什麼測不準遠離 它是不是就跟你講說 就是 你不能同時決定 它的位置 跟它的速度 這句話是不對啦 對 當然很多書 是不是跟你講說 不能同時決定 它的位置跟速度 很多的書 都是這麼寫 那是在一個前提 就是說 它的質量沒有改變 對 甚至我看那個 那個phenomen 將phenomen 就是大人物 它測不止遠離 就是這麼寫啊 動量 就是位置跟速度嘛 大部分的書都這麼寫 這是一個前提 我的質量沒有改變 對 所以真正寫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對 而是你的 你的位置跟你的動量 你不能同時決定你的位置跟動量 那如果你的質量沒有變 那當然就是速度 所以我那時候看那個什麼 將phenomen 他的傳句 他說 那這件事情我比將phenomen厲害 他大人物 他就說 這不對啊 是位置跟動量 但因為當然他是在一個前提 就是說因為你的質量是不變嘛 m 你的m不變 那麼你就可以說是 是位置跟速度 但是說 我現在這邊要跟你講 以後碰到這件事情 你應該要講位置跟動量 那正好這兩個 對吧 我們後面或許會講得到 就所謂的conjugate variable 就是從這邊來的 因為它兩個相成之後正好是一樣 OK 我的momentum是這樣子 partial q partial q alpha 動 對吧 然後呢 我的t已經有了 對吧 partial partial q alpha 動 分析 i從1到 m mi 分之mi 那這邊是 xi y i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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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y y y 除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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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 mi 這是我的位置相量 我的 ri 做內積 這邊是 partial r partial q alpha i 那你看 圓線的 mi ri 這邊有微分 是不是我圓線在垂直坐標的 動量 這原來的動量 那我的廣義動量是怎樣 我原來的動量 在這個新的坐標底下做內積 是它的投影 對不對 P alpha 是 projection of mi ri 這是原來的 original momentum 在這個方向 在這方向的投影 projection q alpha direction ok 我們就以垂直坐標來看 卡鐵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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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麼寫的 TIM 就是我們熟悉的 x的動量 y 它是mx的微分 對不對 我這邊不是偏導數 這是分量而已 這邊不要弄亂掉 我在這邊有習慣 有偏導數我都寫 partial 然後 有一個下標 通常物理的人比較習慣 這表示x的分量 不是偏導數 不是偏導數 那我的py 就是m y duck 那我的p z m z duck 對吧 好 那我現在的老光解 我現在假設沒有 就是free particle 所以沒有外力 這就是mv平方 OK 你看 我的partial l partial x duck 就等於是我的partial t 所以尾分之後 所以尾分之後 所以xduck的尾分 所以是mxduck 那這就是我的px 對吧 所以 所以就是說 我剛剛這邊的 這動量對吧 這動量 為什麼這個東西是動量 就是它還是從原來這邊來的 OK OK 那同體對y yz都有同樣的東西 fi 大yi 大zi 這是力 forse OK 我的dw 這是公 這是work 公是什麼 力的位移 是firmation fi dri 所以這是work 所以這是work OK 所以看你的公 公它的dimension 就是力乘上位移 對不對 就是力的位移 所以你注意看 你看看 我寫到這邊來 它是我的力 乘上我的位移 對不對 就是x OK 所以力是f等m m 每秒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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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上我的位移 所以它是m l3t 平方 所以你看 一個 particle system 對吧 做工的改變 是不是這樣 能量的改變 假設沒有位能 那麼動能的改變 就是你做了多少工 對吧 或者是換另外一個 就是說你的能量 你的位能改變多少 就是你做工做了多少 或者兩者也都在一起 也沒有關係 能量 就total能量的改變 正好就是你工做了多少 對吧 所以這是不是就是 那個很出名的 所謂的能量定理 功能定理 能量定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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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邊做一些計算 我把這個計算省略 最後就是會有一個這個東西 Qα 那DQα α從1到S 然後呢 我的Qα這一項 它正好是這個 Dimension i從1到N 上2到XI YI ZI 對 si パーシ パーシ qα Pー YI パーシ Qα パーシ ZI パーシ Qα OK 最像就是我们刚刚的例 对不对 就是fi 做内积 所以在partial r partial q alpha 对吧 因为我先的作标系统就是 就是partial ri partial q alpha 正好是它的分量 对不对 就是它的分量 所以我这个q alpha 对吧 这是li嘛 li在这边的分量 所以这个q alpha叫做 generalized force 广一li 所以这叫做generalized force 那么它正好是我的li 在我的q alpha方向的possession 所以我的q alpha是什么 它是li 它是force 它是li 它是projection 再这样 q alpha direction 我最后目的就是它的all year la quantification 变成什么 变成什么 OK 所以你看呢 Newton law f equal ma 對吧 fi mi ri 二次尾分 就是我剛剛寫開的 就是ijk的 mi xi double dot yi double dot zi double dot 就是我的 xi yi zi OK 所以你把這個方程式改寫 所以這邊summission alpha從1到s 所以mi xi double dot partial xi partial q alpha OK 所以這邊你把它改寫 等於是這樣子 summission alpha從1到s 就是mi 就是b dt xi doc partial xi partial q alpha 就簡標 xi doc ddg partial xi partial q alpha OK 所以呢 最後把它切開 它等於是這樣子 summission alpha從1到s ddg partial q alpha ddg partial q alpha 等於是1 2分之1 mi xi doc 這項 OK 就最後這項可以改寫成這樣子 然後呢 我對我的y跟z也有相同的公式 所以我整個把它寫開是這樣子 所以我這邊 ddg partial q partial q partial q alpha 先有一個doc OK 選擇 partial q partial q partial q 然後這項正好等於是 f i i dg partial q partial q alpha i 那這項 這項就是我們剛剛這邊的q alpha 這就是我的 知道嗎 它的oil summission 差別就差了這項而已 這項是知道嗎 你在做 做那個 坐標變換的時候 跑出來 對吧 q alpha 這項是怎麼出來的 因為10 is available 就差了就差這項而已 原先我們的oil 這是oil la grande equation 對我們原先是什麼 是x嘛 你把它看成是x x到然後這邊是x 那我現在做了變數變換之後 你會多這項出來 就多了這個廣義的力 這項出來 ok 好 所以我想 我就今天講到這邊 拜拜 大阪